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说我定了一个目标两千万三千万 是不是在我达到这个质量或者进度满足质量 进度安全的前提之下等等这些前提之下 我花的钱越少越好呀 对不对 所以说有利于这个节约和开支 也就是节支节约的原则的一个贯彻 这是我们成本作用的两点 那成本到底它的控制的对象是谁 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 选择不同的对象作为它的成本的控制 首先第一个 以谁呢 以项目成本形成的过程为控制对象 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呢 有这个招投标阶段的 也就是投标阶段的 还有施工准备的 施工阶段的 竣工交付的 以及保修阶段 也就是形成的过程为控制对象 第一个过程 重点放在过程 第二个就是根据它的职能部门 施工队 作业班组作为控制对象 也就是不同的这些管理部门是吧 职能的 施工队的 还有作业班组的 然后进行一个控制 做对象 对对象的不同 第三个就是按照这个项目的 这个分布分项工程作为一个控制 第四个就是对外的经济合同 以合同作为控制的对象 合同作为控制的对象 这是它的四点不同 根据它的不同的需要 然后选择控制对象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工程成本控制的对象 是不是有四部分啊 第一个是谁呢 是过程是吧 找过程 对应的过程里面有谁 有这个投标阶段的 有施工准备 施工阶段的 进工 然后保修 是不是 所以这是过程 B就是过程阶段的 过程 还有就是根据不同的部门 作为控制对象 是吧 班组也好 施工队也罢 还有就是根据它的分布分项 作为一个控制对象 第四个就是对外经济的不同 经济的合同 也就是根据合同 作为它的一个控制对象 所以正确选项就是 B C D E 四个控制对象 根据它的不同的需要 然后控制 程序和方法 这个也是个重点 程序里边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里边 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 成本控制的一个标准 成本 我们在计划的时候 说三千万 这就是一个标准 对不对 然后两千万也好 它两千万就是它的一个标准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界线 是一个数量的界线 制定工程成本控制的标准 是一个数量的界线 数量的界线 还有就是实施成本的一个监督 确定差异 到底为什么实际成本 以计划成本 然后存在差异 确定这个差异是什么 然后就是找到原因之后 要消除这种差异 这是它的四点程序 程序分为四部 那成本控制的方法呢 首先第一个 你要以成本计划控制 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支出 在前期 在控制之前 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成本计划呀 我要以这个计划作为一个依据 来控制我整个项目的一个实际的支出 第二个就是 每个月啊 月度要进行一个资金的收支计划 进行成本控制 也就是月 做月度的这个成本的收支计划 这一个月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收入了多少钱 那我这个收支是什么样的 哎 制定成本啊 控制这个成本 第三个就是要跟踪 调查 也就是动态的控制 实行一个动态的控制啊 跟踪一个考核 这是它的三点方法 在这个动态的控制里边啊 加强这个动态的控制里边 因为我们的公司 如果它比较大的话 它是不是会有分公司呀 公司和分公司都要制定这种考核的 这就是成本这个追踪考核的这种制度 成立这样的追踪小组 这里边要注意的一点是啊 项目经理部这块 项目经理部啊 应该提前召开什么 召开一个会议是什么 经济活动分析会 对于项目经理部来说 要提前召开这个会议 经济活动的分析会 然后写出书面的成本分析资料 这里边注意 是不是口头的 不是说说就好了 是要有书面的资料 填好两个表 第一个表是工程项目的成本追踪考核表 还一个表是工程成本分析表 两个表 哪两个表 开的会是什么会 而且这是形成什么样的资料 是书面的资料 这是对于工程项目经理部的一个要求 这里边这两个表啊 大家注意一下 对于这个追踪考核表 平时的时候可以不填制 平时不填 就是上级对工程这个项目实施 追踪考核时填制 上级对他追踪考核了才填 但工程项目竣工时 无论是否考核啊 都必须要填 报道公司 注意这个追踪考核表啊 他的填填制 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到题目 施工过程中 控制工程成本的方法 是不是有很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编制并落实工程成本计划 这个是不是啊 我不要用计划的 然后控制支出的 对吧 成本支出 第二个 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月度的一个收支计划呀 建立这个收支计划 C 然后让力幅度啊 控制投标报价的让力幅度 这个是没有的 及时办理经济技术的签证 这个也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动态的控制 是吧 实行追踪考核 所以正确选项就是A B E 三点方法啊 三点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工程成本控制 标准应 规定啊 各种消耗 各种资源的一个消耗 各项成本 是开支的什么 我们说 这个工程成本控制 它控制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呀 2000万元也好 3000万也罢 它再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2000万 它是不是制定了一个标准呀 那制定这个标准 这是一个数量的标准呀 我要让这个摆折 是不是在左标摆动 也就是小于2000万的时候 我才能把这个成本更好的控制呀 然后大于这边了 是不是就没有很好的落实 我们这个计划成本呀 所以正确选项是A 它是一个数量的界限 这个标准 好 这一节啊 控制这一节 其实内容很少啊 但是呢 大家掌握的东西要多一些 控制 控制的对象是什么 控制的两点作用 还有就是控制的程序 四步 以及它的方法 三个 这是这一节当中的一个重点 第四节 工程成本的核算和分析的改进啊 这是我们这个工程成本程序里边的最后两步 首先核算里边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作用和原则是什么 核算的要求以及它的方法 在分析当中啊 分析的内容和原则分析的方法又是什么 以及一些工程的实力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管理它的改进 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个改进 才能使我们的成本在一个有效的控制当中 首先来看核算这块的 核算的作用和原则又是什么呢 核算啊 它的概念 这里边有两个依据 核算的时候以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 这两项为依据 那在这里边是进行的一个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啊 我们的前标所说 在工程成本里边啊 在工程成本概念里边 我们说它是生产资料的一个啊 价值的一个转移 以及我们活劳动去创造一个价值 以货币形式去表现的是吧 那这里边你在计算的时候 在核算这个成本的时候啊 是把这些物化的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 进行一个规及 然后计算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这些整理的这些活动 然后呢 提供这些管理的资料 经济信息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啊 这是它的概念 我们这里边注意它的两点依据 依据的是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 那什么是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啊 统计核算 核算的是数量 核算的是数量 而业务核算啊 是指的是这个单位 然后在开展自身业务的时候 然后履行的各种手续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原始记录 这是业务核算 这是它的两点依据 然后核算的是什么 核算的是由这些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这些消耗规及啊 统一起来 然后进行管理的 然后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这就是工程的一种核算 工程核算啊 在后边 在工程成本分析里边 还有一个就是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 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会计核算就是以货币的方式 然后来计量它的一个尺度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边 最多用的最多的就是会计核算啊 比如说记账算账 还有这些报账 它的一个总称 在这里边啊 我们研究的时候 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这里边工程成本核算 研究的对象是 这里边第一个限制条件是 施工图预算 所列出的单位工程 以这个为核算对象 然后它的计算器啊 可以是G 一般情况下是以G 如果说你的单位啊 它是有条件的 我们还可以按月进行一个计算啊 按月进行计算 工程成本核算的概念啊 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在 就是要用这个工程成本核算啊 为什么要用它呢 它的作用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工程啊 这个施工项目各项费用的一个支出 它反映出来 这项各项费用的一个支出 第二个就是分配和规级 然后各种生产费用 然后计算的时候 应以这个施工成本的 这个实际成本 然后计算的时候 用的是实际的成本 在核算的时候 反映这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情况 核算的时候啊 因为在前期的时候 工程成本计划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计划成本 对不对 在核算的时候 我们是用实际成本去进行核算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能用实际的这个成本 然后核算出来的 和我们计划的时候 去做一个对比 就知道我们这个计划成本 它的一个执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为这个降低成本的潜力 提供可靠的一个依据的一个资料呀 这是它的三点作用 原则 工程成本啊 核算的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按照规口管理 就是费用的规口管理的一个要求 和成本责任的一个划分 就是干什么 本着干什么 管什么 算什么的要求 核算各成本责任人 直接掌握的单项消耗指标 这是第一项啊 第二项就是 严格遵守这些成本开支的这个范围啊 落实什么呀 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全责发生制的一个原则 然后计算 然后计算 核算 这些工程成本 这是第二点的原则 第三个 是正确划分这些核算的对象 我们说这个划分这个对象啊 我们是按照施工图预算的单位工程为核算的对象 如果说这个单位工程啊 比较大 对于工期长 规模大的这些单位工程 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若干个部分 以分布工程作为它的一个成本的核算对象 这块注意啊 应该与我们的计划成本对象啊 在划分的时候 核算的时候 应该与我们计划的时候 这个成本的核算对象是一致的啊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分析比较出来 这个成本之间啊 计划成本 你实际成本到底是怎么差的 差在哪里 第四个 保证成本核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这是它的四点原则 在第四点啊 这个成本核算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块 又有几点基本的原则要遵循 第一个原则就是 我们在核算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实际消耗和实际的价格 按照的是全则发生质的原则去进行计算的 我们不能用预算成本 还有就是计划成本 等等这些来代替我们这些实际成本啊 这里边我们用到的都是实际的数据 实际 采用这个价格啊 支付分期摊销的这种啊 按照费用项目受益时间 确定这个分摊的数额 分期应由档期负担 而尚未支付的啊 我们要从成本当中预提 这和我们第一节当中所说的原则是要求是一样的是吧 在档期当中 但是还没有发生 我们应该在档期当中也就进行一个预提 这是一次性分期进行一个摊销的费用 第二点 第三点啊 就是对于低值一号品来说 按照成本制度的规定进行摊销 就是不得多摊 也不得少摊 因为你这是低值一号的 在最后一次性把它进行一个摊销吧 是不可以的 是按照这种制度去摊销 对于 已完施工 未完施工的成本 怎么来谈呢 应按规定的成本计算期进行一个计算 同一个计算期内啊 计算的什么 计算的预算收入和消耗的起期时间 应该是一致的 这里边注意一个一致的时间是什么 是预算收入和这个消耗的起期时间 第五个原则啊 就是说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成本啊 界限要划清楚 本期的和下期的 再生产的这种和产成品的 可比的与不可比的这些界限啊 你都不能混淆 一定要把它划分准确 这样的话 对于成本的核算 它的准确性才会更高 第六个啊 就是提供的原始资料 必须是真实可靠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保证这些 真实性和准确性呢 第一个从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来说 要提高 第二个就是部门间的联系和协调 第三个就是做好各种财账 这是关于原则啊 关于我们这个工程成本核算的原则 是一个重点 大家把这块的知识一定要去重点的掌握 前面这些原则啊 还有如何保证这些准确性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啊 核算阅读成本时 对由档期成本承担而尚未支付的材料费 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寄到档期当中呀 在档期当中全部记录 第二个 为保证工程成本核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啊 应根据项目的计划期内实际完成工程的什么进行计算 我们说为保证它的准确性 我们必须要以实际的是吧 实际的来算 那就是实际的消耗和实际的价格 消耗价格这两项都是实际的 所以说正确选项是B选项 按照实际完成的实际的量啊 成本核算里边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求和方法 对于要求里边啊 要求里边我们要画清楚这些费用支出和费用支出的一个界限 这张表大家要去重点的把握 施工企业在生产经营当中所发生的这些费用啊 我们分为了两部分 一项是资本性支出 一项是收益性支出 在资本性支出里边很好记啊 就是用于取得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按收益期逐期啊 逐渐进入到成本和费用 这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支出 算的是资本性支出啊 第二个就是收益性支出 收益性支出分为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管理财务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直接费用就是人财机 还有就是其他直接费 这是直接成本啊 这是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这两块加一起是制造成本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在第一节里边我们说了 这是期间费用 营业外收支的一个净额啊 这三大块制造成本 期间成本和营业外的收支净额 我们称为把它记录到本期的损益当中 所以说这块表大家要熟悉 它的出题就是 以下哪些属于资本性支出 哪些属于这个收益性支出 那又哪些属于制造成本 哪些属于这个期间成本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属于哪一项支出 这张表啊 无论是怎么出题 你都要会 所以说这张表是一个重点 正确划分各种成本费用的界限啊 主要有以下四个界限 第一个就是施工成本和期间成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各个成本核算对象 应负担的成本的一个界限 第三个本期成本 与不属于本期成本的一个界限 第四个 已完工程和未完工程的一个界限 这是四点界限啊 以多选题去进行把握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健全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 关于核算的方法这块啊 核算方法这块 我们以谁为核算单位 是以工程的项目经理部 为企业的最基本的一个成本核算的一个单位 它是企业啊 成本核算和整个成本核算的一个基础 这里边 它的核算单位是谁 成本核算的时候 是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 这里边啊 以会计成本为基础 这里边设置什么 会计科目 复试记账 还有就是填制和审核凭证 登记这些账簿啊 台账呀 转接档期实际成本 编制会计报表等等这些啊 作为了解即可 这里边基础是什么 是会计核算为基础 工程成本核算啊 要实行的是什么 实行的是施工企业 会计的会计制度 这里边有什么啊 总账目 也就是总账科不有 工程师工机械辅助预题的摊销费用和结算的 大家了解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工程成本核算应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下列支出中属于资本性支出的是 是不是考察到我们这张表呀 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 那资本性支出就两个 就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那正确选项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关于使用机械使用费 财务管理 然后还有这个管理 费用的都是属于收益性支出 这个属于是直接费用 这两项属于期间的成本 所以正确选项是A和E 成本核算啊 就这些内容 看一下成本分析 成本分析的内容和原则 这里边分析的对象是谁 是以工程项目成本责任为对象 谁是他的核算对象啊 谁是他的分析对象 通过这些啊 统计核算 业务核算 会计核算 然后这些所提供的计量信息 记录信息和指标数据 然后以统计核算 业务核算 所提供的计量信息 记录信息和数据为依据啊 这是成本分析 他的研究的对象是谁 成本分析的内容啊 这一块啊 看一下 分析的内容 就是随着项目施工的进展啊 进行的一个分析 那这里边包括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分部分向的 还有月的 年的 军工的 就是根据他的一个施工的进展啊 把后边的这些包括哪些 然后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按照成本的项目 那成本的项目有哪些呢 有人 有财 有机 还有其他间接的 是吧 就是直接工程费和间接 费用 费用里边的这些 第三个就是针对特定的问题 与成本有关的事项 与成本有关的事项进行分析 比如说 不列入自行完成产值的分包的这些工程成本 工期成本 资金成本 技术组织措施 节约效果等这些啊 算到针对具体问题 然后与成本有关的事项进行的分析 这是三种分析方法 工程成本分析的时候啊 它的重点内容是找出影响这一些的影响这些的因素 是吧 然后呢进行重点剖析 找出薄弱环节 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工程项目分析啊 成本分析按照时间分可以分为事先的 事中的和事后的 按照方法呢 有定性的和定量的 按照对象呢 可以有综合的单项的和专题的 这一块大家也多选题去进行把握即可 工程成本分析啊 它的方法和实力 实力这块就不过多的讲了 这个实力这块大家呢 自己去看就行了啊 自己去看 然后通过实力来把前标的知识进行个巩固啊 这里边不多讲 我们主要讲一下方法 这里边的方法啊 成本分析啊 工程成本的分析 它的因素从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主观的 一个是客观的 客观的啊 主要是由于 甲方资金或者图纸不到位啊 造成工期的一个延误 然后固定成本的一个提高增加增加 还有就是设备周转材料啊 每按计划进行个供应 导致的工期的一个延误 市场当中啊 价格的一个变动 计划成本又为及时的调整啊 这是客观的 主观的啊 就是人的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我们来了解 第一个就是现场文明施工差 浪费严重 第二个控制啊 它不力 造成反攻浪费 过几何尺寸超大 扩宽 然后造成的浪费 劳务管理不规范 造成了这个重复性技工 材料呢 把控不严 造成成本的采购成本的偏高 现场收料 把关不严啊 造成这些质量不符合要求 形成一种浪费 第六个就是现额领料啊 它这个执行不力 造成浪费 师祖的技术的发生 这个措施啊 不优化 不按师祖进行计划 就是进行一个施工 第八个成本核算啊 实真 不科学 这是人为的一种原因 主观方面的 那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重点 以多选题去进行把握 第一个对比分析 平衡分析 比率分析 因素分析 差额计算 抽查实际测量和估算法 这里边重点掌握 因素分析法 因为这里边有个计算 大家需要注意 其他的我们来了解啊 第一个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里边 它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对比找差距 先找差距 第二个计算 发现它的出现这种差距的问题在哪 第三个查原因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问题 第四个总结并提建议 这是对比分析法的四个步骤 第二个平衡分析法 平衡分析法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 大家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 第三个比率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有两个 相关比率分析和构成比率分析 其他的自己看一下即可 第四个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 因素分析法呢 我们也称为连环的一个替代的方法 这个方法首先 第一个我们要确定差异的总额和方向 造成这种差异 差额 它的总额差多少 然后找到这个方向 第二个就是分析差异的这个构成和各因素的关系 第三个从这里边确定出来 哪个是影响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从量差和价差上测定因素变动 对差异的一个影响程度和方向 也就是哪个对它影响大 这是它的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某种材料在结算的时候收入了40吨 收入量 然后每吨收入单价为50元 但是在实际消耗当中 它用了38吨 购入呢 就是买的时候买入的单价是60元 计算量差和价差变动对节约的额的一个影响 首先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总额计算出来 对不对 这个总额啊 是用结算收入乘以这个收入的一个单价 也就是40吨乘以50 减去耗用量乘以它的收入的单价 就是38吨乘以60 结果算出来是负的280 是不是这个负了呀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负的原因呢 我们把总额算出来了 是吧 第二个就要分析它的原因了 第一个是量差变动的影响 量差变动的影响 这里边啊 量差 用收入量是量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前标都是收入放在前标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也以收入在前啊 收入量减去耗用量乘以收入的单价 收入量是多少 40 耗用量是38 乘以它的一个收入的单价 这就是多少呀 100元 这是量差的一个变动的影响 是100元是正的 我们来看一下价差啊 价差的变动 价差的变动是用收入的单价 减入购入的单价 乘以它的这个耗用量 这个收入的是50 购入的是60 乘以它的耗用量38 算出来是负的380 那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差异的盒价就是100 就是前标的量差的一个变动影响 减去380是负的280 所以增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价差的变动这个影响因素 对这个整个的影响要大一些啊 从上边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导致这个支出超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由于购入的单价的一个影响 是吧 购入的太高了 在利用因素分析方法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是指标的构成因素和这个因果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定要按构成因素之间的顺序一次去进行替代 我们先替代什么 一般先是数量的指标 后变动的是质量的指标啊 进行替代计算时 要先计算主要的因素变动 再计算次要的因素变动 最后计算一般因素的一个变动 计算这个因素变动的时候啊 都假定其他的这些因素是不变的 是不变化的 计算因素变动的时候 如果说把收入的因素放到了公式的前边 那替代的时候 我们再算其他因素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收入的放到前边 否则计算出来就是有问题的 这是根据前标计算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归结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算的时候 一般先进行一个数量的变动 然后后是变动质量的一个指标 先变动数量指标 后变动质量指标 这是以选择题啊进行把握 一般是先计算主要的这个变动因素 再计算次要的最后计算一般的 先主后次最后一般 在这个计算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说你在计算的时候 在前边先是以收入啊 把收入因素放上的前边 那我们在替代的过程当中 都是收入放在前边的啊 收入的这些因素放到前边 我们可以看出来前边这个题目 是不是收入 无论是在算它的数量量变的时候 还是在算它的价格价变的时候 我们前边都是以收入的单价 或者是收入的数量为依据 放到了前边啊 这个要注意 这个对于你后边的这个影响啊 就是说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块大家在做计算题的时候注意 这个因素分析方法啊 在案例题的时候也有可能出到 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有可能出案例的第二个部分 这一块 因素分析法 第五个就是差额计算的分析方法啊 这个方法是在因素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个相当于把这个基础因素分析法 进行的一个简化 所以这个方法啊 是比较简单的 第六个就是抽查 估算法等分析方法啊 这一些方法 有测量的 实际测量的 抽查的和估算的方法 大家注意这个 即可啊 别的这块就不需要多掌握了 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有关于工程成本管理的一个改进啊 这里边改进 因为影响这个工程成本的因素很多 而且呢 他们也比较关系的复杂啊 关系比较复杂 从主观原因分析啊 工程成本的失控 往往是成本责任的 一个不到位 责任不清 制度不健全 然后管理混淆所造成的 所以要抓好这个基础管理 按照影响成本的主要原因 制定具体的改进措施 落实成本责任 是成本得到控制的 一个有效的一个关键啊 工程成本分析后 要注意成本改进的措施的一个落实 这个啊 大家了解即可 念一遍啊 就可以了 这一块不过多的说 在这一节当中啊 内容很多 着重啊 注意哪些点 第一个就是工程成本 核算的概念 因为它这里边啊 有两个点 可考 掌握工程成本 核算的一个原则 原则很重要 掌握施工企业 生产的生产经营当中 发生费用的各种种类 种类有哪些 关系又是什么 掌握工程成本分析的内容 和原则 以及啊 我们这个分析方法里边的因素分析法是一个重点 实力 大家去看一下即可 这是第四节当中大家重点要掌握的内容 第八章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这一章的内容很多 老师呢 在课上已经把知识做了一个简化 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 辅助我们的教材 以及利用习题来进行巩固与复习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及时的进行个反馈 你可以在环球网校的手机APP里 或者电脑端的学员中心啊 留下你的反馈的建议和意见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一份课再见